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峰 前几天我们这里捉了一批牛回来 就是我身后这一批 寄生虫皮肤病非常严重的 相信也没有几个人见过那么严重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 现在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等一下说一下治疗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前几天刚回来的时候 是很红的 有出血点了 上面的毛已经被啃光了 非常的严重 我喷了一气药 明显的有所好转 已经把那个毛给吃掉了 那个虫 这种是传扬性的 这一群牛里面每一头都有 根据了解,这些牛的病程大概一个月左右 刚开始是一点点的 后来慢慢的扩大 越齐越多 把那个毛给啃光了 说到具体是什么病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种机 无非就是咸 或者蛮虫 或者其他寄生虫引起的 就这几个 按照这个方法来治疗 应该是可以的 像这种 像这种水牛要防的就是 干片死虫的 这个也是要预防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